兩人被害人就被帶到這間矮平房裡面 灌了8天 警方形容裡面的狀況是非常的髒亂 但是兩人在裡面就不停被虐待 一樓矮平房潮濕 環境看來髒亂 門口還擺著一個塗鴉假人 被囚禁的生活 怎麼過的 手上包著紗布 身上更全身瘀傷 他是幸存的被害少年 坐在派出所內 還是能看出他的緊張和害怕 滿身是傷 他說這些都是8天來 遭到嫌犯虐打毆打受的傷 然後在最冷那一天 扣到外面刮斬 他們都有 他說當初只是受林姓男子所托 幫忙當一次車手 卻遭到囚禁虐打 附近鄰居說 平時在這裡就有很多人吵鬧 經常讓他們受不了 但對於裡面的狀況 並不清楚 但打死人了 現場卻還有年輕人 進進出出 因為有命啊 我們才過來了 我們才知道事情的發生 警方調查 兩名被害人 家庭生活並不健全 平時就和朋友私混 當車手卻熱上大麻煩 引來煞盛之禍 借黃街上聯員兵 陳廣衛 SN小組 泰球報導 辭友 辭友 車禍 都在這裡 我們才會去看